111章 烦心不死 唯一让方正庆幸的是 遇佛后 大家的心态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进了寺庙 有了敬畏之心 倒也没有乱人的东西 寺庙里依然是干净的很 忙活完了 再打满一缸水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看着落下去的太阳 吃光最后的腊八粥 总算松了口气 方正满足的来到了佛堂当中 默念了一句 细头 接收功德香 嗡的一声一道黄光闪阔 佛堂内蒲团前面 多了一个红色的功德香 上面写着功德两个字 功德香看起来是木头之作而成 但是摸起来还有点冰 但是不冷 手感非常好 上面开了一个小口 方便投放香火钱 哎呀 总算是有功德香了 再也不用买屋子乱找钱了 差点忘了正事啊 今天应该有不少香火钱才对呀 方正赶紧在屋子里找 果然 供桌上有一达子钱 挺零碎的 有一块的 有五毛的 有十块的 还有几张百元大钞 不过最醒目的还是那一达子钱 方正拿起了钱数了数 足足两千块 里面还有零钱 看样子 对方是将钱包里所有的钱都放这了 方正摸了摸头 估摸着能干出这种事的也只有谈明了 果然呐 好人有好报啊 嗯嗯嗯哎对对 贫僧还算是个好人 阿弥陀佛 方正宣了一句佛号后 走出了佛堂 一挥手 招呼着松鼠独狼 走了 玩去 与此同时 距离一只村不远处的红岩村 村后一座小山 山不高 衣衫傍水 风景秀丽 更有一条油板马路 蜿蜒着直通山顶 山顶上有一座寺庙 名叫红岩寺 怎可能 怎可能 我红岩寺的人 竟然被一个小寺庙给抢走了 陈金 我可告诉你 我能不能拿下 主持方丈的位置 就值这个了 这事你都给我办砸了 算了 没什么好说的 有劲 一名光头和尚咆哮过后 挂了电话 就在这时 一名中年和尚走了过来 阿弥陀佛 五名师弟 主持叫大家过去呢 是师兄 贫僧这就过去 雾鸣脸上的不甘之色 立刻消失 一脸和善的道 师兄 你知不知道 住持叫我们过去干什么呀 雾鸣在路上问道 雾心叹息道 唉 往年遇佛会 红岩寺虽然比不得 这些大死怨 却也有千多人来往 今年突然少了许多 香火不如以前 住持肯定是要过问的 雾鸣文言 脸色一沉 这次遇佛会 是他主动邀请的呀 一手操办的 结果成了这个样子 他只觉得心里咯噔一下 怕是要惨了 川唐过世 来到了一处空旷地 此时此刻 已经有着二十几个和尚 席地而坐 前方一名身披红色袈裟的老僧 坐在前方 双手捏着念珠 宛如老僧入定一般 悟名和悟心做好 过了一会儿 老僧才睁开了双眼 这时 一名僧人起身道 住持 今年的御佛会 信众少了许多 香火不如往年旺盛 不知是为何 此时往年是由悟金师兄操办 今年悟能逞能 非要操办 结果就弄成了这个样子 另外一名僧人冷笑道 悟名的脸一沉 沉得都快滴出水来了 不过悟名可不甘心这么被动 于是起身道 住持方丈 这件事怪贫僧 不过也不全怪贫僧 今年那早该散了的一纸庙 不知怎么的 突然就活过来了 一个小和尚继承了一纸禅师的衣钵 经营了一纸庙 那个小和尚是一纸村的人 从小在一纸村长大 今年也举办了御佛会 村里的人都是他的长辈 亲人自然也去捧场 况且还是村子里组织的 我们红颜寺的信众 主要是红颜村 一纸村 还有红鹰村 少了一个村的村民 肯定是要少人的 这不是理由啊 一纸庙是什么情况 我们都清楚 一纸禅师在的时候 还算是个寺庙 现在却也破败了 怎么可能支撑起一场御佛会呢 光腊八粥他们都散不起吧 有人道 雾明也是纳闷了 你说那么穷的一个寺庙 怎么就开得起御佛会 当初他包办这件事的时候 也想过一只庙 不过那小寺庙也破败了 穷得一塌糊涂 打死他都不认为 他会在一只庙上出问题 结果还真出问题了 追悔莫及啊 阿弥陀佛 就在这时 老和尚忽然宣了一句佛号 所有人都静了下来 红颜禅师看向雾明道 一只庙后继有人了 雾明不明被红颜禅师是什么意思 点头道 嗯 是的 是一名叫方正的小和尚 阿弥陀佛 善哲善哲善哲 一只禅师佛法精湛 修心不修身 如今后继有人 也算是一大喜事 你们何必一副苦瓜相呢 方正 当年这个小家伙来红颜寺 贫僧爷见过 是一个机灵的小家伙 众人没想到 红颜禅师竟然没有生气 反而笑了 一个个面面相聚 难道香火钱少了 还成好事了 就在这时 悟心问道 主持原来和方长 还有一面之缘 倒也是缘分 红颜禅师点头笑道 哈哈 当年贫僧观察方正 此子眼中 桀骜不驯 宛如一个调皮的小猴子 于是对一只禅师说 方正不适合出家 与佛无缘 结果一只禅师 却说他与佛有缘 如今看来 却是贫僧看走眼了 这小家伙 竟然能撑得起 一只妙 倒也是难能可贵呀 主持人 可是他抢走了我们的信众 香火 雾明道 红颜禅师摇头道 香火是供佛的 在哪里不是供呢 避佛会是洗涤自身心灵 不是给谁增添脸面 一只村的村民 去一只妙遇佛 还是来咱们红颜四遇佛 有什么区别吗 悟明 你争强好胜之心太重 日后切记不要起这种无妄之念 说完 红颜禅师起身道 这件事就这样吧 今日叫大家来 是和大家商量一下年后的那场盛会的 红颜禅师再说什么 悟明已经停不到了 他只感觉脸皮火辣辣的 心中羞愧之余 更是 更多的则是愤怒 他是红颜四里最早物资辈的弟子 如果做得好 很可能在红颜禅师退下后 接管红颜四 红颜四是什么呀 虽然是一个小寺院 但是每年的香火钱 政府的补贴 以及各种的捐款 想一想啊 悟明的眼睛就有些发红 本集播讲完毕